这对男女真的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了 叹为观止 酒派新闻报道 国企领导签手门女主账号被扒 赛账单在北京一个商场消费就超过240万 我现在才知道都来都去是个啥意思 今天成为一个热搜词也不给人解释 这个热搜词啥意思 现在才搞明白 这些个记者们太坏了 在这里了 网名都来都去 1米160到110 现在身高1米71 三维88 6396 图1和图2是6年前的自己体重达160 从小到大都是大胖 曾经胖出了褐色的肥胖纹 臀部大 很多人都认为这家伙有暴露皮 喜欢暴露 围绕了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太多了 一直知道石油大学他们的单位等等 塞了钻戒 买大钻戒 买了这么多大钻戒 所以那个朋友就都评论嘛 那要不中石油亏损嘛 关于中石油亏损的数据有很多 连年亏损的 这个家伙就是穿这个紫衣服 他们这个公司应该是个小公司 中石油下面一个蚂蚁公司而已 你看 这些个大钻戒 珠宝盒子都满了 装不下了 说是 大概找新盒子了 那这个记者呢 没办法塞他那些个暴露性的图片 现在那些个非主流记者 塞了巨多无比的这个当事组的这个暴露图片 还有好多这个塞了这个珠宝的 我看这公司有多少人 有180人 那么中石油有多少人呢 有124万人 出一出啊 占多少比例 啊 啊 咋回事 1242222110个 除以 180 哎呀 数不过来呀 一百倍是 一万人 七千分之一 七万分之一啊 啊 七千分之一 二十百千 他的人员 他的人员规模呀 才相当于 中石油总规模七千分之一 这样一个子公司 按照他的人数来说啊 一个商场就消费了 消费了 消费了这个 我得给截过来啊 这个别起官司啊 我可进不住人就告 是吧 这个SKP是个商场的名字 我不懂这个商场啊 就是这一个商场就消费了超240万 可见 疯狂到什么样子 因此 人家那个油降价 你这里的油涨价 都给人家情人买首饰去了 连年亏损都亏到首饰里去了 有人很吹嘘国有国有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是吧 以国之名掠夺而已 你说什么啊 估计 这是啥子 别有了 估计 是